在台湾西系古冬和坐月子都会吃麻油鸡 也成为具代表性的疗愈餐点 再也不分春夏秋冬 鸡肉嫩滑 汤色乳白 味道醇厚 再配以酥脆又略带咸味的面线 香脆顺口 谁能抗拒呢 老姜连皮切成薄片 半土鸡腿 买的时候 请肉摊先帮忙剁大块 清洗时 用手指把骨尖的淤血推出 加入黑芝麻油 以小火用黑芝麻油把老姜片炒至干深 约2分钟 棕色会慢慢出现 麻油量少 也不混入其他的食用油 减少不必要的油份吸收 把鸡肉排在锅中 鸡皮炒下 火力调高一点 把鸡肉炒至白色就可以了 不用到金黄的状况 因为把肉炒至金黄的话 相对麻油就过火了 过火的话 麻油就会有苦味 料理米酒 煮2分钟至酒精全部挥发为止 同时 酒的清甜就会出来 加入三大碗开水 在煮麻油鸡时 可以的话都不要盖上锅盖 肉会更好吃 皮也不会大量出油 汤就不会油腻 开始以中小火来煮 我们不是炖老火鸡汤 所以20分钟就足够了 红枣会燥热 易上火 真的要放的话 需要去盒 同时老姜去皮 来做平衡 烹煮20分钟后 以半茶匙来调味即可 枸杞在烹煮时 会释放果酸 会是小孩的地雷 大人如果要吃的话 可以放在碗底 食谱的比例刚刚好 很适合一家大小来食用 至于拌酒或要全酒烹调 就要看个人的口味了 白面馅 分成50克一搓 开水烫5秒即捞起来 放到锅中 在煎面馅的时候 尽量把它弄松 翻面轻快一点 两面受热会比较好 也不会煎糊 麻油煎面馅在台北 已经没几个店在卖了 要吃得自己弄 酥脆又带点咸味的面线 无论谁都会爱上的 影片中以最传统最正宗的方法来烹调 就如你生至台湾夜市 看着店家烹调一样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